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此,游郎和织女这一对恋人每年只能相会一次 而他们相会的这一天也被定为了七夕节 游郎织女?织女是啥样的?真想知道 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一位美丽仙女 叫织女 大胆!性感偷懒! 不许照镜子!快去! 织布!快去! 她每天都在天上辛勤的织布 织出了许多美丽的布匹 我是一个织布匈 织呀织呀织 我是一个... 好织布!不许唱歌! 我可是天庭大总管!谁不听我的?我就... 就在这个时候,天帝来巡视织女织布的情况了 织女参见天地 勤劳的织女,你就不用多礼了 我这次带来了一个你每天辛勤织布的奖励 奖励? 这是我赏给你的绣球 下面凡间何西有一户以放牛为生的人家 每天也是辛勤劳作 我已经把你取配给了这伙人家 你现在就拿着绣球下凡间去成亲吧 织女谢谢天帝 我这就下凡间成亲去了 你去吧 人哪!怎么一个都没有了 太不把我天庭大总管放在眼里了 可恶! 就这样 织女翠花带着天帝老饿 我赐给她的绣球 来到何西放牛人家的门前 可是 这户何西的放牛人家有两兄弟 到底应该和谁成亲呢? 翠花糊涂了 当然应该和俺成亲啊 俺是老大 你是老大就应该跟你成亲了 应该和最帅的成亲就是俺 是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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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不准打仗 你们不是放牛的吗 那我们就来比试斗牛 谁赢了 我就和谁成亲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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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啊 灿花 屎花 熊啊 熊啊 生命啊 赢 哈哈哈 哈哈哈 知女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不是老饿吗 知女 熊二 你们竟敢把天地赐给你们的绣球弄坏了 你们该当何罪 可是 他们不是故意的呀 是啊 老饿 他们不是故意的 我可不管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弄坏了东西就应该接受惩罚 惩罚 对 法知女现在就回到天庭之部 你们家永远不能在一起 一年只有七月初期才能得以相见 不要 不要 你跟熊二说再见吧 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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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翠花 回来呀 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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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呀 你快点了之前把这座桥修好呀 那你是说七月初七嘛 没错 七月初七 俺就将跟翠花在这里重逢了 俺们要赶紧把这座桥修好 这样的话翠花就可以从桥的那边 来到俺的身边了 熊儿 熊大 熊儿 我奉劝你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好 天地 怎么又是你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修的这座桥叫雀桥 这座雀桥有个特点 过了规定团聚的一个时辰 雀桥就会从中间断开 然后两头不断地减少 再到第二年再长好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喂 天地老二 你也太空门了吧 才给他们一个小时的团聚时间 真小气 熊大 你再叫我天地老二 可要生气了 你本来就是天地老二吧 难道叫你老鹤啊 放心吧 翠花 你很快就会见到俺了 你很快就会见到俺了 话说七月初七这一天很快就到了 七月初七到了 熊儿 等等我 我来了 你干什么去 快回来植木 可恶 呀 翠花 熊儿 熊儿 翠花 熊儿 熊儿 翠花 还有俺呢 熊大爷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吧 这两个是笨修 竟敢来我天亭大总管的地盘撒野 熊大 你先把翠花带到一边去 俺来对付光头墙 小心的熊儿 你这个坏蛋 俺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居然敢挑衅我天亭大总管 那就来吧 熊儿 俺来帮你 好啊 两只熊都上了 我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知道我天亭大总管的厉害了吗 怎么回事 不好了 时辰到了 墙要断了 来 来 来 熊大 熊儿 快跳过来 快跳过来呀 熊大 俺们跳过去 熊儿 我来替你松绑 熊大 快跳 啊啊啊啊 不敢跳啊 可恶 你们别傻跑 死就死吧 啊啊啊啊 熊大 别怕 俺拉你上来 你跑不掉的 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怎么回事啊 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 我也过去 不好了 我来啦 超狗熊 我饶不了你们 从此以后 翠花和两熊兄弟 在河西继续过着放牛的快乐生活 像当年 我可是天庭大宗馆 只许织布 不许说话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